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竞争对手抱多少等下 我心中急的发黄 看着我的业绩乖乖平躺 这是同事说了一句 你最不想听到的话 近单了没 在业绩在出货 和验收螺临回 近单了没是蓝线 和曲线黑线中狂追 近单了没 这已经是今天第三杯咖啡 近单了没 我盯着3PO 像是犯人等待判决 好帅 近单了没 我是西西 我是查维斯 我是凯莉 我是李察 欢迎收听 近单了没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下 FIRE运动 FIRE就是 Financial Independent Retire Early 就是早一点财务自由 早一点退休 那这里讲的退休并不是说 一退休就是在家里闲闲没事做 他意思是说你可以赶快脱离 就是为了生活工作的模式 赶快掌握自己的自由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新一代的 要想Y世代吗 可能开始对于说 我们应该算Z了啦 我们算Z是不是 好反正从Y跟Z开始可能 有开始重新定义所谓的工作跟退休这件事 因为可能在我们爸妈那一代 工作对他们来讲就是理所当然嘛 大部分也是会工作到可能65岁 才会去退休 然后退休他们就是完全的 真的就是休息这样子 但是现在人就不会觉得说 早久晚午啊 就是一定要这样子一直做到65岁 才叫做退休 所以他现在 很多人对于这个FIRE运动的定义 他这是从美国开始的 他就比较是说 你对于物质降狱 等一下降狱是啥小 物质欲望 所以呢就是透过物质欲望的降低 然后你存到退休后你需要的钱之后呢 你就能够提早离开传统的工作制度 然后所以你都有了基本的开销的存款了嘛 那所以有所谓的那种财务安全网 然后都已经存好了之后 所以你就可以去做你真正有兴趣的职业啊 或是你有兴趣的比如说freelancer啊 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所以你就不用说 必须要在早九晚五的公司制度做到六十几岁 然后到六十岁之后才夺回你自己人生的自由这样子 反而是在就是身体体力最差的时候 你才有时间去做你喜欢的事 可是可能你身体就跟不上 对 就没有那个活力了 没错 其实我们现在就很多时候其实也觉得 以前那种大学或高中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的身体你也跟不上了 完全不行耶 以前都是大熬夜可以什么到三四点 都不是问题 以前都什么夜唱然后去夜店什么的 我现在真的完全没有办法耶 现在就十二点一到就直接躺平耶 真的 以前还穿高跟鞋玩到四点开灯 然后再去吃两面这样 然后隔天还可以一起来去上课 对啊 所以想象如果我们把这样子 现在还有体力 现在还算有体力的时间 然后就是完全奉献在工作里面 变成是你为了生活去工作 如果在喜欢工作的前提下还可以 那如果你一直困在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 会就会很浪费你的生命 对 对对对对对 那像是比如说 在美国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Tim Ferris 那他也是这个Fire Fire是一个族群一个运动 然后他也在Fire族群里面 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然后他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这个人 然后这个人他超级多头衔 那其中一个头衔是畅销作家这样 那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4-Hour Workweek 然后呢 反正Tim Ferris这个人 他就是还有开了Podcast 然后Podcast也超级有名 那他有提到了一个观念是 绝对收入跟相对收入这件事情 比如说一个人 有一个人一个月赚20万 跟一个人一个月赚10万 你就会觉得20万那个收入比较高嘛 可是他的意思是说 假设20万这个人 他一天就工作12个小时 然后工作6天 然后才赚到这个20万 跟一个人他可能一天只要工作4小时 但是却一个月赚到10万 其实如果你算成每一个小时的话 10万块这个人是赚比较多的 而且他可以用更剩下的时间 去做其他业外的事情 他说对他来讲 时间的自由大于金钱 会对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觉得 后面也会提到说你在 因为其实有一部分就是 其中一部分就是你要节元 开元节流 所以你要谨慎的小心你的花费 那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 他说当你在买贵的东西的时候 你要想的不是你要花很多钱 是你要付出很多时间成本 所以譬如说可能今天早上一杯咖啡 他可能花掉的是 譬如说你人生当中的11分钟来工作 才有办法买到这一杯咖啡 可是如果这11分钟换这杯咖啡 喝下去你可以觉得神清气爽 你觉得值得 那这11分钟就值得 可是譬如说可能你买一台跑车 他可能是你不吃不喝 你要工作8.5年 你才可以买到这辆跑车 那到底值不值得拿8.5年的时间来换 那你就可以去想 对 每一个选择如果都用这样去计算 会很那个 所以后面会有提到 我们有想到一个就是 碰然心动的购物术 Merry condo OK 好那在FIRE运动里面 退休又分成三种种类 一种是完全的提早退休 就是你完全财务自由 完全不用工作 每年都用被动收入的方式来养活自己的生活开销 接下来就是半退休 就是你的财务状况安稳 但是你可能还是会接一些季节信或者是freelancer 接案的方式有一些主动收入 那最后一个是事业暂停 你可能冲了十年 你想要就是两三年都先不要工作 那这两三年真的完全休息的时候 你都还是可以有被动收入来支撑你的生活 那我觉得就是大家听到这里可能想说 你们菜鸟业务在讲什么退休 但其实菜鸟业务才要讲退休 因为你早一点开始 你就可以早一点FIRE 没错 越早开始这个观念 可以越早过你自己喜欢的生活 我们在阅读相关的文献的时候 他其实也讲到 就是FIRE它其实是一个 你很需要很长时间去规划的 你不能就是 可能你快退休了 可能前什么五年才开始做 就是很多时候会 就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么及时 对会比较吃力一点 它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但是它又有分短期的规划 所以你就是时时在审视 你现在握有的条件 跟你的财务规划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FIRE又有一个意思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的工作火掉 就是你当自己人生的老板这样 人生的主人 好爽喔 好爽喔 所以大家有想过 可能自己的退休生活会长成什么样子吗 丽莎有吗 我我就想说我退休生活应该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下班生活 其实又跟我的退休生活有点像 哦 怎么说 因为我不会特别想说我要做多特别的事情 顶多我可能会想出国 然后去一些海边 然后我就可能或是你知道去地中海那边 搭着邮轮啊 然后在那边吹风听音乐喝酒 我觉得这样就很够 我想就是比较一般的 环游世界吗 对 就是可能到了异国去chill这样 chill this chill this 你到时候还有那个体力吗 就出去外面 然后还去可能滑tinder啊之类的 你不要把他detail的行程讲出来啊 去然后滑了就给你泡这样 看尽各国奶昧 如果我那时候已经借铃退休 或是我已经fire成功 我应该 应该就不需要tinder了吧 你的意思是 大家会自己贴上来的事 你说你会变成那种黑人rapper的MV 就是你一个游艇上面 全部都是面子 go chain也带着这样 对对对 然后女生屁股在那边一摇 然后拍拍 谁还在那边跟你左滑右滑好不好 走拍右拍这样 你这样往左跟往右这样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如果IG还在 我就录个线动给你们看 说come up this is fire 他就变成美国一个很有名的 你还记得吗 一个圈击手 对对对 然后他的IG全部都是游轮飞机 跟女神裸女的 而且每一张每一天都不同的女神 不同的屁屁 不同的男 对 然后都是炫富 而且我常在看他的IG 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很疗愈 然后很多钻石这样 so rich so many ass 我有点怕我心脏承受不了 而且就是去他们家的模特 或是AB女优 都会穿他的LOGO的比基尼 对 就还自己design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那种很强的占有欲 那种掌控欲 对真的是掌控到不行 好啦 李察 我觉得这就是你的生活了 没有我不要学他 我那时候应该我要写几首歌 然后他们都会唱 就大家喝酒 然后唱我写的歌 所以他们要jump start 他们要training 要training 他们面试进来之前就除了身材要勾勒 还要会唱歌 你说他变成李察集团 等一下 所以延续我们之前讲的 他要先量过他的胸部 他要先阿基米德测量法 对 他要先阿基米德测量他的奶够大 我觉得你会被天下杂志访问说 最严苛的面试过程 然后李察就说 我觉得这个要层层审视 第一个 阿基米德测量法 第二个 天生的音乐的天分 你说我还在天下杂志的封面 然后摆了一部 亚洲最富有的男人 他是如何办到的 如何在年纪轻轻60岁前就退休 并且在游艇上面有一堆奶昧 唱着他自己写的歌 他是谁 年纪35岁就创下了李察集团 并拥有了600位F9女性 现在人正在地中海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啦李察讲真的啦 怎样 就是真的啦 就是真的啦 只是现在这个时空还没有对到那时候 你知道吗 OK 要天冷一下 你看得懂 好肤浅 我应该看不懂 我看不懂自己的故事 对啊好肤浅啦 OK我自己的话 其实我有想过就是 我觉得我退休之后会做 就是可能我想要做 可是我觉得现阶段 我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 我有想过去当舞台剧演员 这超酷的耶 舞台剧蛮酷的 就没有想到查韦斯其实是个很有表演欲的人 对就是 因为我觉得好的戏剧表演 是我真的会被打动 就是不管是看电影或看电视剧什么的 我觉得演技只要好 我看到很多很强的演员 那种真的就是 那个一个眼神 一个表情打到你心里的那种 我就觉得很强 而且你的声音很适合 不知道怎么我觉得你这个人很适合 而且舞台剧这种你很适合 对就可能真的是 所以他要35退休啊 我就想过就是可能不 这当然不是一个有金钱压力的情况下啦 然后这是一个我想要尝试的事情 其实Javis有时候在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不都会突然表演一个什么角色 我都会觉得哇太厉害了吧 比如说他会演三姑六婆 三姑六婆 他就说你知道那个他跟我说 啊我跟你说 他就突然变神了 他就说 诶 who are you 还有之前用台语讲话 对对对对对 他整个会进入那个角色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因为Cisi有很多team member 就是我们都说他们很像三姑六婆 然后就说他们每天在办公室 你们都很像是说 诶 我跟你说啊 那个谁谁谁又跟我说的什么呀 对啊这是舞台剧 这是舞台剧 我刚刚看到舞台剧了 舞台剧讲话真的都会这样 而且曹威斯的表演算是比较力道的那种 很适合舞台剧 因为我就觉得很多舞台剧 就是出身的演员很厉害 像什么谢英轩啊 对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哇那种真的是很强很强的演技 他们是很扎实的那种 我觉得很厉害 我之前就看台南人剧团 他们的戏是真的看到会就是 感动到不行耶 就是当场他们就在你面前 然后你会感觉到他们那个情绪张力 就是 哦 心皮疙瘩 真的很厉害 而且我是看舞台就会看到落泪 然后就是那个比电影的 跟戏剧的那种触动来得更强 嗯 张力比较大一点 对 哇 还有啦 我有想过可能去当就是可能就是那种 beat maker 或是就是rapper写歌这样 嗯 我觉得可以耶 我觉得你现在就可以了 就是 就是偶尔晚上去一下 对啊不一定要等到退休啊 偶尔从罐罐爬出来 晚上去坐一下 等一下你有想说你这些退休活动 现在你下班就想做了吗 可是下班有时候就很累啊 就想要回家然后躺在床上看那些 我觉得剧团有点难下班做耶 但是如果音乐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好玩一下 我们这边中午就在讨论这件事 然后我们就说 其实我跟凯莉还有Javis 我们都还蛮有表演欲的 对啊 像我是 我会放在讲话这一块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我是一个 就是又漂亮又幽默的人 哈哈哈哈 Yes you are 我 我就是客观上是自己这样说 但很少人这样会自己讲出来 你应该要跟我串好让我讲 然后你说对 这样 所以没有要欠缺的意思 你说完你说完 所以我觉得我还蛮想要当广播主持人的 或是配音员或是YouTuber 就是以讲话为唯一赚钱的那个 你现在不就是吗 如果你现在就Podcast 对啊 可是Podcast我们现在是好玩啊 还没有收入来源 我说之后是真的是100%投入在里面 要用这个当做赚钱的方式这样 你就有点像talk show那样 对对对对 真的是主持人 那你会想去电视台吗 电视 你说就是那种电视购物 来哦 这个金水机 目前只要100块只剩一足哦 这样子吗 哈哈哈哈 哈 你说已经卖完了吗 来不及了各位观众 还要自己演那一段 这样吗 之前我们就说 就是我们公司在出清产品的时候啊 我们应该这个时候 有在Facebook开直播 对啊 我们讲到直播年纪的嘛 我那时候有跟理查说 我就跟理查说 天啊 老板疯了 对 疯了 现在一套只要一万块 买二送一好不好 哦 跳楼大拍卖了啦 各位观众 只剩最后一组了 快点 老板疯了 老板疯了 而且我们的产品不是一般人会用到 所以这样就很好笑 到底谁要买 那CC呢 我在写 我在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 可以延伸我的兴趣 我想到退休的样子 是我希望 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有小孩了 所以我希望我那时候是 我的小孩可能 在读书 那我的储蓄或我的财务状况 是可以预知到 他未来读大学 甚至毕业都不会有贷款的负担 比如说学贷 或者是他出社会之后 会不会要养他的父母 我觉得他没有负担 就是他可以 就是100% free的去探索 他要做什么 不用有后顾之忧 好务实喔 我是想到这个 对 我看到 因为是CC先写完之后 我才写 然后看到CC就觉得 对有道理 就是我只想到我自己 我没有想到 我有小孩 我一直想到我自己 谁在乎 我只爱自己 就小孩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努力 就你自己去悲学 大家关我屁事 没有啦 我就觉得 他这段讲的很有道理 真的 对 我不会想要给小孩太多钱 但是的确是希望他可以 无后顾之忧 对 无后顾之忧 可以有更多选择 其实是我男朋友先跟我讲的 然后他就说 而且他讲的很 specific 你说你们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吗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在我写这个题目之前 他突然跟我提到类似的事 所以我才把它写进来 然后他还讲说 我觉得就是比较有学代 然后可以很清 就是可以自己探索 而且还有一台 就是比Toyota好 但是又没有宾室那么好的车 你说像是 Mazda Mazda 之类的这样 他就是讲的 他说我觉得可以是四门 然后什么样的 为什么要比Toyota Toyota好 对啊 大家都在开Toyota 他干嘛要炫耀吗 对Toyota有偏见哦 Toyota很棒耶 Toyota很好卖耶 好啦 那如果就是要做到 有这样子的退休生活 势必财务上能够做到一个 财务自由的程度 也是蛮 蛮必须的 大家怎么觉得 你们觉得财务自由对你们来说 算是什么概念 对我来讲是 不是为了签而工作 嗯 你是为了享受生活 为了体验生活 跟想做你想做的事情而工作 这就是财务自由 你觉得要怎么样算到一个 财务自由 才有办法 就是那个 你要大概要走到什么程度 才有办法算财务自由 就是 我其实真的研究超多 因为我每次都在想说 好 我什么时候要退休 那到底要存多少 我真的研究超多 然后后来就网络上 都有一个小公式 那叫小公式叫做4%法则 他意思就是说 你退休 所需要的存款 就会是 你每个月的开销 然后乘于12个月嘛 所以就是年开销 然后除以4% 那这个 这一个总金额 就会是 你要退休前 你要累积到的金额 然后 这个金额呢 你要拿出 你要拿出一部分 拿来投资 然后这个投资 你之后每一年 拿的4% 就会是从 被动收入出来 你都不会动到本金 因为从你的投资组合里面 就会一直有 产生被动收入嘛 对 然后本金就一直都存在 会越来越多钱 越来越多钱 这样累积上去 对 然后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年 越开销去算 所以才会说 FIRE的储蓄率很重要 对 开源 截流 那截流很重要 因为 当你能够省越多钱 你的开销越小 然后你就可以越早退休 但我刚才在听到 有个概念是被动收入 就是有哪些对我们来说 可能被动收入是比较 就是可以预见的 可以预见的 我的意思是说 譬如说像可能当房东 这可能是一个可以有被动收入的 收租金 收租金 还有哪一些什么 投资吗 股票啊 大部分都是讲投资 基金啊 什么的 对 然后很多人都会说 你如果是小资组就先从 不管你是买美股还是台股 先从ETF去开始 就指数型的基金或是股票这样子 是的 或是储蓄险也有这种 就有很多投资工具可以有被动收入 那刚刚讲的4%就是一个概念 你可以大家 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算算看 而且4%代表的是 你预计你大概会活 就退休后还会再活25年的意思吗 没有 4%指的是 ETF跟通货膨胀的率 通货膨胀率去算的 OK 对 就是以前的银行家算的这样 所以4%只是一个参考 因为很多人就比如说像现在的疫情 所以你的投资组合可能就让你亏很多钱 你可能会熔断 市场会修正 所以之前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FIRE的夫妻 他们有在网络上公布说 他们因为疫情 他们是两个人都三十几岁 然后都完全退休没有工作 可是他们因为疫情 他说他们资产总共少了三分之一 所以他们也让他们非常紧张 但是他们 所以这个4%其实也只是一个参考 就是你还是要去多存更多紧急备用金这样子 因为感觉这个4%的确 因为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看一些文章 在做研究的时候 他有提到FIRE这个运动 虽然是用4%去计算 可是有一些是没办法去排除一些因素 比如说他提倡开源节流 可是有时候你就是想买比较贵的东西 那你的蜘蛛可能那时候就会往上走 或是你突然生病发生意外 一定要有一些医疗费用等等的 所以就是FIRE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实时的去审视你现在的财务规划 因为它里面也没有办法去预知说你什么时候会换工作 或是你会不会被加薪 或者是你会不会被挖角 没错 因为你的时间的确是会累积你的经验 那你的经验如果投资的对 就会拉高你每个小时的实行 对 所以就是等于是你每个月都要去重新规划 检视你的储蓄率跟你的你要花的钱啊 你要投资的组合 然后每一年再检视一次 我刚才在瞬间好像我们好像什么投资理财客 对啊 怎么办 各位听众 记得储蓄率 这一切都是利多 储蓄率最重要 要存钱 买股票 对 这种熊市 对 乱讲一通 你知道你刚刚突然问说怎样算财务自由的时候 就突然蹦出这个4%的时候 结果想说天哪 天哪 直接参考 好啦我们就是分享我们的心得吧 大家压力不要那么大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让我觉得人生变得好有动力 因为这个主题我那时候想到的时候 我觉得天哪 好有动力 好有动力 我就觉得你好疯 我觉得人生变得好自由的感觉 就觉得人生掌控在我手里你知道吗 因为就我认识的你 你就是很喜欢投资的 就是你对这一块非常有兴趣的热情 对 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就想说 怎样算财务自由 我没有想到什么4%什么有没有 我就想如果是以我常人来看 我想说好我今天想点什么食物我都可以点 这样就对我来讲就是 某种财务自由 你是说 全世界都财务 就是Uber Eats 然后不用在乎要运费 好 类似这种 可是我意思是说就是你去吃一些比较贵的餐厅 你不用怕就是说 你不用想半天 然后它有那种980的牛排 跟600牛排 你也是点980的 你不会点600 1万2一克我就可以接点 好贵喔 冰淇淋吃它跟大家走过去看 那我没有财务自由 我前几天听台通他们说就是 什么就是 他说到你有一个经济能力的时候 什么叫有经济能力 就是你点麦克几块 就是你可以不用 就是你可以一次点四几块这样 可以点20块 弄一盒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然后分给大家吃 那就是财务自由 你让我想要立一个笑话 今天有人说怎样叫有钱 就是说他用那个洗法机或沐浴乳 他就用到快没来的时候 他不会加水 好务实的衡量喔 这就是一个习惯吧 对不加水就是 吃那个布丁的时候 不是撕开之后 那个杯盖子上面还会有点 不舔不舔 没有跟你讲 榴格撕掉的时候不挖 那上面那个不挖 撕开多少就直接丢掉 那个包包那个什么饼干零食吃完以后 不会把粉 不倒粉 不倒粉 蓄蓄不舔掉 对 那个浪费 妈点一个炸鸡腿边 那个鸡腿如果掉到桌子上 绝不拿来吃了 不吃了不吃了 我拿出来就丢 好啦 回来啦 这是财务自由吗 那是浪费用的财务自由 这是 我习惯不好 如果哪一天你真的财务自由 然后你看到说 就是他旁边有一个人 就这样炫耀说 哈哈你看吧 你看吧 我牙膏都 我牙膏没有在挤完的啦 不舔悲盖的 天啊 真的好low 那你会抑正延迟的过于说 其实你要财务自由是要4% 你现在是要输取4%吗 你现在可以不舔悲盖 你还保证你10年后可以不舔吗 开始精算了到底 我那天就是跟教授吃饭 然后还有跟教授以前的研究生吃饭 然后他的研究生大概大我10届 所以现在大概30 40岁 然后他们就在讲到长照的问题 他们现在的父母有长照的问题 那我们教授就说他有算过 就是如果你退休之后 你想要住那种 就是长照的那种旅馆 或者是安养中心 你至少一个月要花5万块 你才能住到品质比较好的 5万很贵 蛮贵的 比房租还贵 可是因为还有饮食 还有人帮你打扫 好像蛮合理的 每个月大概基本3万多 可能是8个人一间 那5万可能就是4个人一间 那如果你想要一个人一间 你要多少钱 我真的有听我保险朋友讲 是如果我是要请 就是我老了 我没办法 就是我需要有人照顾我 那我就是要请一个看护 那一个看护大概一个月也是3万这样 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 就是也是一笔钱这样 所以蛮贵的 那时候听到觉得 我要花好多钱 就是你要养到孝顺的子女 而且你自己要有钱 对啊 天哪我们竟然落入一个养儿防老的概念 所以概念应该是说你不是存好几千万 然后每个月扣五万 应该是你有一个钱在那边 然后他每年会生钱让你去做被动收入 对对对对 对我来说才是fire的定义 但我还没有精算到4% 对对对 就不能一直动用到本金啦 你的收入是被动收入 所以各位同学好 我觉得这方面大家要想清楚 因为你看 听Kelly老师的 笔记本拿出来算一下 各位 Kelly老师是带你上天堂了 来 他就听 跟你讲啦 飞骨买什么啦 对啊 上次报给你那个牌现在是怎样 对啊 飙起来 飙升20%买不买 够了 够了 好我们先回来 我觉得这一集没有人要听 这一集收听率会很低 我们自己很high 然后听动作报告的送三小 好 所以fire其实有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大家可以不要再为生活工作嘛 你可以做你真的真心喜欢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现在对你来说 哪些是你会真心喜欢的事情 打从心里哦 灵魂深处的那一种 这一点他有特别提到 就是你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你购物的时候 你要买 就是或者是你要花钱 你要 这件事情是要可以让你打从心底的快乐 然后我就有一个很深的体悟 诶 你说 我的果粉 CC 他那个比果粉还夸张 比果粉还夸张 我先讲我别的事情 好 就是以前我高中的时候 有一阵子就是IG很流行 大家要吃早午餐 然后就是那一阵子女生 好像都会去吃那种很贵的早午餐 三四百块 是高中还大学啊 就我就好像是高三大一那一段时间 然后大家就会拍照 然后炫耀发Instagram 然后我那一阵子也是很迷 就是Instagram 然后我就会跟我的朋友约着 然后去吃一些网美店啊 明天这样跑来跑去 然后花很多钱 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 站在那个网美店等我朋友 然后就想到说 诶 我等一下如果不poIG 我还会想要吃吗 就不会 因为我花这个钱 我只是要炫耀 然后那时候顿悟就是 哇 我不想耶 就是我不要 然后后来我就 再也不po什么食物 我就省很多钱 然后我也不会特别想要吃 什么很贵的 而且其实都不好吃 网美店很多都在吃草 很像麻 就是 等一下 你说你如果吃了超过三天 就开始反出 你有四个位在 在吐一坨绿绿的猪 就超噁的 然后就把它吃掉 盘子很大 然后很多草 各种草 然后有那个酱这样 真的好像自己好像麻 而且要三四百块这样 我都年轻的高中女生 竟然有因为要吃早午餐 要打卡 然后炫耀 有啊 我们进 Jarvis你有这样 我跟你讲 而且这个是高中大学生 但是你从大学毕业 就开始不是 就开始是酒吧 高级餐厅 然后开始是一些饭店 名牌包 就慢慢的越来越扯 所以你意思说 大家IG有在经营的 或是拍一些美照 都是 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 不是说一定都是假的 或是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 去做很多事情 也不是很多人 就有一部分人 去做一些事情 真的是想要放在网路上 营造出一个形象 不是假的 应该说他们的目的 不是真的是想要去吃 这个早午餐 他们的目的只是拍胎 应该说 如果现在逼他 手机没收 你现在吃这个晚餐 拿到这个名牌包 不能告诉任何人 不能拍任何现象餐 不能拍任何照片 我觉得他那天就不会想去了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你们意识到 他做这件事情 其实只是为了放在上面 可是他并不是真的 开心想去吃它 对 我觉得应该蛮多人会这样 因为那餐厅如果真的很贵 然后买这个名牌包 如果真的很贵 可是不能有任何人知道 你也不能放网路上 那他的目的就没啦 那要干嘛做这件事 要让别人羡慕他的目的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Y跟Z 是带一个很大的问题 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出社会 我觉得我们还好 可是很多学生会这样 来喔 Katty老师开奖了 所以我觉得各位学生 你们花钱 不要为了炫耀 这样不好 我没有经历过这个时期 但这种让我想到 男生好像还好 你每天都穿一样 女生真的会耶 这就之前就是Netflix上面 就是有一个 Social Dilemma 对就是那个 不是我要讲的是那个 黑镜 黑镜有一集就是在讲说 他就用一个很极端的例子 假设这个世界 所有人都是可以看到 粉红色的那一幕吗 对对对就是说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彼此在社群上面的一个评分 那当你今天要买任何东西 或是你要进入一家公司 或你要住在某个社区 看的不只是你有多少钱 而是你在这个社群上面的评分有多少 譬如说满分五颗星 你要4.5以上你才可以住这个社群 然后他就是为了要全部人都爱他 他就要穿得很漂亮 对 然后每天人都很好 然后就一直到处留言 然后说 I love you My best friend 然后如果有 就是说假设 理查分数很低 那就所有人都不能跟理查讲话 然后你会一直试着想要讨好任何人 因为你想要让自己的分数变高嘛 可是我们都会一直远离你 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分数变低 因为跟你讲话我们会被扣分 对 开玩笑 可是那个到最后就是 大家变得非常的病态 好可怕 某种程度有点像C.C.刚才讲的那样子 就是fire运动里面 他有讲到说 结缘 他有 是叫结缘吗 结 开源 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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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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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概50年后可以退销哦 我们这是一个诚语有问题的podcast 结缘有什么问题吗 上次那个跳进滑口 跳进长江 所以如果你转职 然后跟他说 他开给你比你之前年纪的 该说不行 我要结缘 结缘 不要再纠结一些 之伟末节的都是 你说你说 举利亚 他就是说有一对夫妇 然后他们开始审视 他们每年的花费哪些是必要 哪些是不必要的 比如说他参加一些高尔夫球俱乐部 那个是不必要的 他们根本不喜欢打高尔夫球 他们参加这个俱乐部只是为了 就是告诉他的朋友们 他还在这个圈圈里面 但是其实就是一个社交的行为而已 他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他有这个地位 但那个不会让他们快乐 所以你要做就是花钱要让你快乐 比如说我买了一个很棒的吹风机 我每天用完它我都觉得 哦怎么会这么棒 它会像Mari Kondo一样 然后会跪下来赶机 就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就是我的打从心地感到旧意 就是感到就是非常的快 那这个钱就花得很值得 嗯 而且每天哦 对 因为那个 Dyson快来找我们业配 哈哈哈哈 我喜欢你们卷发器 吹风机吸尘器 都很赞 他也是打从 诶那刚刚是什么啊 打从心里开心的事情 因为他那个 忽然心动整理术嘛 对对对 Mari Kondo 他因为那个夫妻他们就是 因为老公很想要fire 可是他们都是过着很高级的生活 然后开跑车什么的 所以老公就想说跟老婆 说服老婆陪他一起fire 那势必是要放弃掉很多东西嘛 所以他们才一起列下 打从心里快乐的事情 然后就像刚刚CC讲的 什么加入高尔夫球的俱乐部 然后开游艇趴 然后开Porsche跑车 然后出去就点香槟 然后点牛排这种 反而不是他们快乐的事情 那他们快乐的事情是 他们夫妻可以晚上不用加班 一起出去外面散步 然后早点陪小朋友睡觉 然后跟小朋友一起看童话故事书 然后再一起去看Netflix什么的 这才是真正让他们快乐的事情 嗯 我现在就想到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真正会快乐的事情 就回想起的话应该是那种 以前高中大学球队 就是在打球的时候 就是那种很热血的感觉是 就是那种真的会打从心里开心 因为现在其实打工作之后 还是会有成就感 还是会有快乐的moment 但就是那种 真的打从灵魂觉得说 哇 这件事情也太喜悦了 就是那种就比较少 那种团队一起奋斗 我觉得那个算是我的 而且不为什么目的 嗯 但我觉得有时候做podcast 会还是会有回来这种开心 是 对 就看到那个 哇好多人听 哦 或者是这一集自己录完觉得很好笑 骑车回家觉得 对 每次自己听都觉得好开心哦 太幽默了 被自己兜了 好幽默 真的 其实我觉得 这些小事 才是真的人生 让人生开心的事情 我觉得真正开心的事情 好像不一定是要很澎湃 反正它很朴素 说实在话 然后我觉得我们四个人 都非常不物质 我觉得后面有聊到一些 比较物质的东西 看有人躲到麦克风后面 看有人躲到麦克风 Dyson那还好啦 他不止Dyson 那个苹果墙还好 那个苹果墙还好 好啦我觉得CC 我想到CC的职业 他可以当3C YouTuber开箱 可是我很废 我都不会去很细的看Spec 我有一个帮我审Spec的人 你男友吗 对我男友 还帮我审规格 但你就是审完规格之后 你还是会脑冲 就直接买那个Apple 你会介绍你的平板 你不是一直狂介绍你的平板吗 而且他可以拿来录Podcast 还可以收音 而且我们公司有那个圣诞礼物可以选 然后他就立刻传给他的那个男友 然后他男友就 你帮我看一下哪一个最划算 超棒 好爽 好赞喔 今年礼物很棒 今年礼物是什么 今年有 有Google语音的那个吗 Google Nest 算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像HomePod一样的吗 对对对 你就可以说 Hey Google 我要听什么什么 就是一个很没有用的功能 没有 就是 很棒 Nest之外还有什么 我买 我选气炸锅 哦 你有选到 我有选到 很棒 因为我一看到那个网页 点进去 一看到气炸锅就选了 你知道我回去的时候 跟我女朋友说 我选那个就是什么 Google Nest 他上演吗 他脸色整个变 不然他想要你选我吗 他说那还有什么 我就说有气炸锅啊 还有什么 他说为什么不选气炸锅 我要跟你女友high five 而且后来我就晚上11点多 打开电脑重新再选一次 可以重新选一次吗 可以重新选 要怎么重新选 删掉哦 没有没有 就是因为你只要在期限内 都可以再重新选 你们也不会被选完吗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去年很抢手 今年还好 他们今天好像是说 就算如果选完了 他就是你要嘛 就是下个月再拿 那真的这没有的话 才会叫你再换这样 哇哦 好不然我可以借你用 你说 就借你玩几天 然后每天收他20块 变输猪这样 对对对 好的 好啦 理查你还没有说你真的大从心里开心的事情 我 对啊 我大概有两个吧 一个就是我在房间里面听音乐 我觉得我如果有个稍微品质好一点的音响 然后听我喜欢听音乐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Google Nest 我不要Google Nest 但你知道有这种认真在玩音响的人 是他们会花很多很多钱在玩音响 我不追求那个 我追求我耳朵听到 因为你知道那种东西为什么那么贵 是因为你比较 但你不比较的时候 你只是存一台放在那边听 觉得不错就 就对不对 OK 对 然后另一个就是 我就一起煮饭吧 对我觉得一起是说跟 对跟 跟Jarvis 跟我们 跟我们 OK 我觉得我这样煮饭也不对 我觉得就是跟一个 跟自己喜欢的人有 不错的谈话 然后他理解你 然后我也理解他 我觉得有时候那种感觉 一个良好的互动 对 就是两个人在同一个频率 然后 彼此好像在 就只有我懂你 你懂我 然后就很开心 找到Mr.Right 跟Mr.Right OK 这完全不用花钱了 对 好 这钱买不到 所以overall到现在 大家是赞成FIRE运动的吗 赞成 赞成 他让我人生好有动力 他把我从第一股 有稍微挖起来一点 我也是赞成的 因为我觉得 真的好难想象 因为我记得 我们有一集在聊到 如果到 就是死前的那一刻 其实你会后悔的事情 很多都是 不是你做了什么 而是你没做什么 我觉得FIRE某种程度 就是让自己有更多 可以去做很多 你想做的事情 我个人是没有什么 特别赞成 我不赞成 因为他的想法可能 就是开源解流 然后加上他刚刚那个公式 可是我就觉得说 我平常 不止啦 是啊是不止 可是我就觉得 可能看那一连串文章 我就觉得 我好像原本物欲就不强 屁啦 你刚才没说什么 你要开游艇 那是退休之后的 不是我现在就 你说70岁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不是我现在就想要每天 因为我每天的花费 可能就很固定 我不会就是 对啦 理查的 的确看起来是个蛮节省的人 他每天都穿一样 我们每天穿一样 春夏秋冬都穿一样 你说当我是 真的都穿一样 一模一样 我是贾博士 整个衣柜拉开 每一件衣服都一样 每次都素T 然后有一次周末出去 他都穿一模一样 而且还背一模一样的包包 我觉得你很快就会FIRE了 你会不会去录影还是 录影还是拿一样的包包 这个储蓄率应该是90% 依我的眼光不会错 凯莉老师 叫我老师 老师这样做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啦 大家有投资相关的问题的话 可以私讯我们的IG 问凯莉 然后我们会再去查 那对大家来说 工作是什么样的定位 对啊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其实干净到现在 好像大家好像很排斥工作 好像工作很讨厌 那其实也不是 其实也不会 对 因为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工作啦 不可能不工作 其实对我来讲 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因为家里的人 虽然会吵架 可是多少都会让你嘛 那朋友你有什么缺点 朋友其实也不会讲啊 那男朋友一定也是容忍你 所以会残酷的戳破你的缺点 然后逼你进步的 我觉得就只有上班的 同事环境跟老板 会让你成长 那我觉得这个成长就是 给你累积更多实力啊 或是有更多选择 让你未来真的 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工作就是说 培养实力 建立自己人脉 然后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体验吧 我觉得 就是说你进入这个 你是卖这样的产品 那你去看到认识各行各业 不同的角色 他们是怎么赚钱的 了解那种生意模式 我觉得就是一种不错的体验 你知道吗 嗯 对 就是我觉得 到底不是说只是赚钱而已 就是你去了解 大家是怎么赚钱的 嗯 对 其实其他人是用什么方法赚到钱的 我觉得这都是很有意思的 这样的生活比较精彩 对 我自己也是这样想 就是我觉得 就是培养实力 因为有实力 你才有办法有更多的选择 有实力才有朋友 来到的老板的名言专区 老板名言专区 如果有YouTube的话 就是有实力才有朋友 就直接一票这样 你说那个弹幕刷起来这样 对 我的话是觉得 就是培养自己更独立自主 然后当然还是有赚钱啊 赚钱还是有成就感啊 然后假设我未来 如果有想做什么创业 或者是我想自己做什么side project 我会更有组织 不会乱搞一通 真的真的 训练你的脑袋 嗯 是的 那对大家来说啊 你希望你可能五年 十年后 不管还有没有fire之前 你对自己未来 人生的想象是什么 哇 这好像面试题目 好笑哦 Where do you see yourself in five years 为什么 这是标准的面试节 你也像很讨厌的面试官 好笑哦 那个时候我说 I see myself retired 这样可以吗 就这样 这一题要回答之前 感觉要正经为作 坐好 大家坐好啊 大家的主管都在听啊 老板都在听啊 Javis 茶哥在问啊 大家还没在听 关于这一题其实 我想了很多 第一点呢是这个 好啦 观众又要飞到了 好我觉得 我觉得我显得想象很白痴 就我可能高中到大学 想象我都会觉得 我一定要考上美国研究所 然后考上美国研究所之后 要找到美国的工作 要拿到美国的绿卡 然后 哇有美国梦耶 对找到美国的老公 然后生美国的孩子 然后 养一条美国的狗 对 养一条美国的狗 然后最好是博美类类的 然后 然后或是牧羊犬 然后呢 住在家中很漂亮的房子 就一望无际 然后天空很好 永远都不下雨 结果后来发现说 其实我没有那么聪明 根本就考不上 你如果住在那边的话 你就会变成那种贵妇耶 就每天出来就会 嗨 Kelly 嗨 嗨 哇 什么好处 我爱你的髮型 天哪 我爱你的髮型 等一下 这是打从心里的开心吗 就以前就好肤浅 我现在回想就好智障 这个很想 而且 就是真的 考上大学之后 就是 其实我根本不爱读书啊 然后就也不会想要考研究所 就是这一切的一切 所以是真的到了大三大四就觉得 哦 其实不可能发生 而且也觉得 以前就觉得工作或是什么 就一定要出国什么 但现在也不觉得 就觉得待在台湾我也体验到了很多事情 嗯 对啊 就以前都觉得说 哦 一定要很厉害的学校 然后找到很厉害的工作 然后要做什么很厉害的事情 嗯 但是现在就觉得还好 所以就是开心就好 嗯 嗯 我以前也会有这种想象 就一定要去什么研究所 是吧 对 一定要考什么 对啊 没有美国的也要欧洲的 有时候走在剑桥的那个 绿营里面 不然就去荷兰 对 荷兰工作比较好走 是吧 是这样吗 not sure not sure 然后要先去德国交换 交换就要在那边 或者是 你的币电上有德国贴纸 对 我那时候想去德国 我那时候想去德国 那交男朋友就没去 哈哈哈哈哈哈 超废 超废的 哈哈哈哈 所以我本来想说 我要先去什么 呃 传产的国外当外派 然后再想办法爬到品牌 再去欧洲 哈哈哈哈 等一下 这个 太specific 这太好笑了吧 但现在就是觉得 就 我绝对不会想过 我要录Podcast 嗯 我可能会想过 我在台北工作 嗯 那Podcast是真的是意料不到的事 所以我其实 不太知道我未来 五年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子 嗯 我只是会觉得 我要一直往上爬 对 那我每年都要有进步 但真的 我现在没办法想象 我也没办法 但我只给我自己一个目标 是我要买 我想要买房子 嗯 对 这是我其中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但其他我真的就不知道 你说你五年内想买一栋房子 五到十年啊 所以可能在七年或八年 嗯 之类的 要买房子 我也是这样想耶 就是尤其那时候 因为CC之前就推荐我们看那个 那个Selling Sunset 好好看哦 大家快点 大家可以去南非上面看 Selling Sunset 他就是在讲说 哎那他们在好莱坞的一群房仲 对 然后他们就是在卖房子 然后他们的房仲就是 都是奶妹 都是奶妹 然后穿超正这样 然后高跟鞋超级无敌高 然后勾心豆角 然后每天都开Range Rover 跟宾室 对 跟Porsche 但他们的房子都真的超级好看 然后我那时候就整个被烧到 就觉得说 好想要住这种 很fancy的房子 说实在那房子没有很贵耶 其实跟台北市的房价差不多耶 超大三层楼 有游泳池 然后超大的院子 然后可能才就是什么 8千台币 就是分算 8千万台币 就是分算平数下来 其实每平数 一定以台北便宜耶 比台北便宜很多啊 可能才 七八十万吧 顶多一百万而已 而且他们每次成交 都会有一个commission在旁边 就是几百万 oh my god oh my god 我要卖多少 才会有 you can't you can't never 就算全台湾都用你的 你还是没有 但我觉得我对这个东西还是 我觉得我短时间内放不下耶 就是还是会想要 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家 然后我自己 你说像Selling Sunset的家吗 当然不要那么夸张啦 我觉得这个有点困难 还是你想要那种房仲 没有啊 没有台北根本没有 你要去阳明山才有那种家 台北哪来可以住这么大的家 可能要到花莲 对啊 有啦 周觉伦就住这么大的家 不行 但我觉得有一个自己的家 这个还蛮重要的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以前会幻想就是那种 比如说你们看过那个Kingsman 就是那个金牌 特恶 就他们不是有那种 就是那种绅士的展衣间 有没有 一打开 然后就西装 我有看到你这边写衣柜 好像衣柜是杀小 然后那个领带就这样排好 然后手表好几个 然后这样罗列这样 我就看着觉得很爽的 这真的是杀小 所以你要一间房间打开 然后就是 所以你要买四房一厅 然后其中一个房是你的衣柜 这样 我也想要 我有跟我女朋友讨论过 因为她也想要 我们就想说那个主卧房的 那个书柜 然后推开有没有 然后就是一个小房间 就是一个里面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空间 就像那个Kylie Jenner 他们家一样 就他们的客厅 就他们的主 他们的那个衣柜 大概就是我们的客厅这么大 天哪 好可怕哦 你们这幻想也太detail了吧 奇怪 这真的是幻想啊 这真的是幻想 完全离体耶 我觉得我五年后 应该不会过这种生活 但是我有想过我家要木头地板 太detail了吧 我们就喜欢大理石 而且冬天会很冰哦 对 冬天会很 然后要有地毯 然后桌子要木头 然后有一只狗 对 李察傻眼耶 李察这个傻眼 我觉得我Timman的那个 五到十年都好兵分哦 说实在话 我现在对我五到十年 我没有特别的那个 所以没有一个比较具体一点的条件 我觉得我的五到十年 因为那时候已经快四十的话 应该 哇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 我会希望有房有车吧 就结婚 然后有一个可爱 几个可爱的小孩这样 很多耶 你的五到十年要 我们的五到十年只是有个房子 你的五到十年要有房子结婚 然后有两个可爱的小孩 所以你要先交女朋友 然后结婚 然后还要再送小孩 买小孩 你算嘛到四十耶 房子 四十这样很正常吧 好啦你WP写一下 两位你们可以尊重一下吗 他说要买小孩 好 等一下警察送来 谁说要买小孩 好好好 所以等于警察 所以我就已经在 刚刚已经在听了吼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大家冷静 大家冷静 你要做很多事耶 但你四十岁之前 真的要完成很多事耶 你要写W 可是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吧 就是四十岁前想结婚生小孩 是没错 可是因为你现在 单身 单身 而且还 没有房子 而且有车子 有车子 对 但是就是 可就是一个目标吧 对啊对啊 你一定可以的 因为今天 有凯莉老师 哈哈哈哈 你一定可以 因为你有我这个朋友 你一定可以的 凯莉之前不是看到我们两个 就是我们 就是存款都放在银行里面 对啊 而且还会存活存 各位听众 还会存活存 哎没有哦 我现在已经转定词了 而且我要 开始买定期订额了 而且他们没有信用 对 他们没有信用卡 哎真的我们 因为我跟思琪 其实都 就算是会小小理财 然后我们听到 他们就是都存活存 而且没有 信用卡 我们就觉得傻眼 但是Dravis有去开了 那个证券户 是不是 好 我准备开始 这一户 这一户早就开了 对 这一户早就开了 那你在干嘛 他没有在用 没有 因为我赔钱 我后来就没有在投资 哦 对 so got so got so got 嗯 好啦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大家幻想 大概自己几岁的时候 可以退休 我本来 觉得是 我本来没有想过退休 但觉得应该是55 到60岁之间吧 哦 对 啊可是知道 FIRE运动的话 我就觉得好 38到42 哇 哎等一下我看这个 大家写的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 每个人都是什么 哦 55到60啊 然后就会变38 42 40这些 然后理查就写说 哎呃原本以为是60 但知道FIRE运动的时候 还是60吧 哈哈哈哈 因为对我俩没差 你知道吗 理查你今天整个很到耶 你 我没有 对未来有点想象 没有 我觉得他就是没有想加入FIRE族群的人 我觉得我不是当 我觉得我就是 我就是稳稳走这条路 对对对对 没有说FIRE不好 我觉得我也在想要实行FIRE 哎哎但是 哎哎 没有他已经 他已经在实行了 你看每天都穿一样 他已经在实行了 哎你很赞耶 你很棒 你很赞耶 我就觉得有没有这个活动 我就是还是要做 原本就要做的事情 你务实啦 就是开眼睛 但我懂你的意思 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分享这件事 然后他对于这个运动 他没有感觉 就跟你一样 真的吗 对他就说 他就跟我说 哦 但我觉得一直工作也不错啊 他真的讲这句话耶 他说一直工作很好啊 他说我可以一直工作到60岁 他觉得没有关系 他觉得不需要去实施这样子的事情 哦我知道为什么 我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fire这个东西 好像把一件我原本觉得 习从平常的事情 把它特立出来 就是让这件事情变得很特别 可是我就觉得 就算没有这个运动 没有人发起这个运动 我原本在做的事情 我也是在往这个方向走啊 哦 你觉得全球的印象是 譬如说有人发起了什么 吃午餐运动 对 可是我原本就在吃午餐 刷牙运动 对 我原本就在吃午餐 原来是有种毛病 然后今天有人来问我说 哎你怎么那么到 你怎么 你吃午餐了吗 你吃午餐 有没有因为吃午餐 很亢奋啊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请问吃午餐是有 有没有去看吃午餐的YouTube影片呢 对 然后电视上还有老师在讲说 你是不是都吃午餐很重要 凯莉老师 凯莉老师说吃午餐很重要 你有没有在听 4%午餐计划 对 我觉得 我懂你意思 我懂你意思 懂你意思 对啦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觉得 就是一定要怎么样 对啊 我觉得这要发一个那个二学一 我知道了 比如说我本来就不吃早餐 所以我就是会断食16到8 但我没有觉得我在断食 所以有人听到我不吃早餐 他说 你在实施16到8 间歇性断食 然后我就觉得 我没有啊 对 我本来就不吃早餐 对对对 我有这种感觉 OK 好吧 我自己大概也是想象就是大概 午餐 因为原本就想说 可能会工作到可能60 但就是 你说吃早餐运动只有提早10年吗 好啦 也是蛮多的 对我10年很多了吧 10年是蛮多的 10年很多了 我自己觉得啦 就是可是因为如果要做到 就是还是要满足我刚才那个 fancy的想象的话 可能还是要工作好一阵子 对啊 可是 可是其实我现在突然灵迹 那种想到一件事情 你们真的就是 应该说好了 你们真的想要那么早退休吗 我真的想耶 但我不是想要完全退休 因为刚刚不是有三种退休 对我懂我懂 就是说还可以再做一些事情嘛 对 可是可是你看我 因为最近不是刚好美国大选嘛 然后我就看一下他们年纪 然后拜登跟川普他们都75 77岁 政治家不算啦 我真的算不算吗 我觉得他们真的是 他们已经fire啦 他们如果不选他们会疯掉 可是他们做那件事情 他们也要做很多事情 可是我觉得他们 他当上来要做很多事情 fire的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现在不做手边这件事情 你还是没事 他们就已经fire啦 对他们不是为了想要赚钱 就当总统啦 他们不是为了生存的当总统 他们不是为了钱而工作耶 他们是为了权力 为了自己爽 为了掌控整个国家而工作 这已经不同层次的问题了 对 好吧 就像我觉得我们老板应该也 他在为了钱吗 他也fire 没有他fire啦 他fire 他不是做钱 他是在做自我实现 他已经fire 然后他可以fire别人 不要顺便 双关好不好 很烦耶 所以你可能还是会持续工作 只是你的目的不一样 那都不一样 你也是fire 像习近平也fire啦 等一下 不要讲那敏感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好敏感 那金正恩也fire啦 蔡英文也fire啦 郭吉也fire啦 他还乱讲 乱讲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fire这个运动 感觉好像像是 在讲说一群人工作很痛苦 想要赶快fire 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 我个人是不会觉得工作很痛苦啦 我个人fire等于财务自由 我只是想要赶快达到财务自由 但我达到之后不代表我要辞职 对啊 对我来说是这样 对啊 因为工作还有很多不同的目的啊 自我实现啊 成就感啊 权利啊 whatever 有助理啊 很多很多 有助理 好 我给你就打这大目标吧 没错 好啦 所以如果大家退休后 你觉得第一件你会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要 疯狂休息 在家里大睡觉 对 不动 大睡觉完全不动 躺着 对然后规划一堆行程 然后逼我朋友陪我去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Scarry Scarry dance Scarry dance 然后喝嘴 然后在海边喝嘴 就已经是一个四十几岁的妈妈了 还要喝嘴 还要大抽烟 还要裸体 这样 对 然后很多就说 这位家长请不要在这边抽烟喝酒 你不要管我 我是凯莉耶 我爽 我凯莉老师 我fire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疯 你会上社会新闻 你一定会上社会新闻 好可怕 我觉得我要到 就是我真的可以退休的时候 我反而我会在 我真的要退休之前 塞了很多事情 给退休后的我做 哦 你这样很赞耶 因为我 你知道我会有恐惧感 我怕 我如果没有塞满 然后我 我真的 我前度来讲也不是什么事情 可是我却没有事情要做的时候 我会怕 你会失去生活的重心 真的不能完全没事 对 所以我觉得我会在退休前的那一刻 帮我的 后面的十几二十年 安排很多事情可以做 就是各种可以做的事情 不一定是为了赚钱 可是一些兴趣这样 对 我之前听台通 然后有一集访问的漫画店老板 嗯 然后他就说他以前在外商银行工作 然后 他们就先问他说 你为什么退休之后 还要做漫画店 就是这么 难做的生意 现在没有人在看实体漫画 他说因为他没事做 还有很多原因啦 但他有讲到一个是说 他那时候在上班的时候啊 下班生活过得很精彩的人 都不怕退休没事做 嗯 因为他们下班之后 才是他们人生开始 嗯 所以他很认真经营他下班人生 那当他退休的时候 他还是一样 然后继续有一个生活在进行 这样真的很棒 对啊 所以这一题就是 对我来讲 所谓退休并不是 完全不工作待在家里这样 嗯 其实我 我这边还有写 就是我想要认真的画画 因为我很喜欢画画 然后接一些case 或是自己出童书 或者是 像我之前讲的 当配音员 或者是拍YouTube这样 好多喔 等一下我刚才想到你 很多欸 你的人生很冲突 就你白天在画就是童书 然后晚上大喝醉 大喝醉抽烟 然后拿烟烫别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再去当配音员 我可以当已经寄人 好 我就可以 天哪 这什么反差 好可怕 我就想过 我应该会加入 就是那种 戏剧表演班欸 然后就是真的去学 就是怎么样做表演 然后挖到自己 内心深处 你好适合喔 我可以想像欸 我还可以想像 如果你去面试 这个主考官 不是说你现在是个橘子 然后 你就变一颗橘子 对 就变一个橘子 就开始剥皮 欸 我知道了 你现在 你现在直接来一段 你现在是一个橘子 你快点 快点 快点 你开始剥皮 对 我很痛苦 我现在 被揭开我的伤胞 你要把纸吐出来 你要把纸 把纸挖开 那个白白的丝 还要撕掉 这是其中一半给你吃 等一下 听众 不懂这一段 不要看YouTube啦 你们要看YouTube 听众不懂这一段 YouTube是Where is the PO 快去看 听众不懂这一段 原来这就是舞台剧喔 你好适合喔 不是 不要电舞舞台剧 你好适合 但你就想像就是那种 站在国家表演厅里面 然后就是 那种不知道欸 好澎湃喔 我觉得我退休后 如果可以抓到这个成就的话 真的死了无憾欸 真的很棒欸 而且是一群人一起完成 这个戏剧 就是你最爱的那种热血澎湃感 好好好 我明天就去 完蛋了 完蛋了 他明天就 什么案子 你不重要的 那 那个仁靠可以 我也要转给我 你说我月娜的客户吗 对对对 就来 就月娜 加Vis 好 没事 我很冷静 OK 好 其他呢 理查 你讲过吗 我讲过了吗 他刚好像 我还没讲 他说他想把 好 没有 因为你没变 你就说你就做下班座的事情 好吧 好啊 OK OK 谢谢大家 好 Cissy 不知道 就是我没有一个什么 特别一定要等到 退休后才能做的事啊 可是你今天不是说 你想要跳舞 我想 对 因为我也有 有点表演欲 就是会想要表演 那今天加Vis说 他觉得四十座的女生 好像都有一点 哦 他就说什么 就是他就是那种 会在心里面说 看我 看我 大家看我 然后Katty就会说 大家看我 大家都看我 I'm so beautiful 干嘛 就一个闷骚 一个是外放 对 就是我还是还蛮喜欢 在舞台上是干嘛 只是 只是要等别人Cue 就要等别人拉我上去 就像刚刚 他刚刚要等别人Cue 然后Katty就会说 走到 上台 我觉得你们三个 搞不好可以一起在舞台剧上表演 反正就喜欢跳舞啊 演戏啊 好啦 我们就凑一个Team 好不好 我们凑一个剧团 好啦 我在台下看 你幕后 你当幕后 那我为什么要当幕后 所以你可以编剧啊 我不要 你可以当剧 我要花钱去看好不好 我在那个包厢那 你想要 你是一个橘子 你现在是一个口红 转 口红不是要转出来吗 等一下 你现在是一条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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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又不懂了啦 好难解 好啦 这是我们统整 其实每个人 其实我们的愿望 除了理财 我现在还是有点听不太懂之外 每个人的愿望 都蛮有表演 跟表演有关的耶 因为像 Jarvis就想要剧团嘛 我就想要配音啊 或者是YouTube 拍YouTube 那CC就想要跳舞 好 那我也讲几个好 硬要的 我就是 我不要挤 我不要挤嘛 就是好好的运动啊 我就想要好好的运动 可是你的网球 你不是有说过你有目标吗 对啊就是要比赛 要比赛吧 我希望我那个时候 我退休的时候 我还是持续有在运动 打网球跑步啊什么的 很多阿伯打球超强耶 超级强 而且都会带儿子去打 我知道 那我一个小目标 就是我退休之后 我要成为很强的阿伯 还是不懂 你说公园有个传说 李恰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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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球飞过去跟火 火球 Burning 李恰阿伯 Burning 我的话我会 有点想要有一些 像Kelly今天中午讲的 像主持一些活动 或者是 谈话性的节目吗 我也不知道 但就是觉得 那种广播或者是YouTube 小节目 我没办法搞笑 我只能就是 Kelly搞笑的时候 我加一点什么东西 让他变得比更好笑 我是加油天簇 就是火上加油型的 我没办法自己冒出一团火 OK OK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未来 大家知道有CC 走吧 火 对 调味料 对对对 鱼字 阿伯 好 我们的梦想就是用这四个名词讲完 所以就是火 调味料 橘子 阿伯 橘子三小 好 OK OK 那我们现在要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对于FIRE的 小撇步 小撇步 凯莉老师要来咯 OK 老师 Thank you 大家 好啦 第一个呢 每个月 每一季 每一年 请大家 打开你们的Excel 好好检视你们的财务计划 请各位你们的储蓄率 至少要60%到80%以上 60%到80%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假设你现在赚1万块 你至少要存6000到8000 是这样的意思 好可怕 我觉得理财应该存90% 没有没办法 这很多 你想要房租啊你要实费 对我觉得在外宿其实很难 对啊很难 对 就是自己要检视嘛 OK 大概算一下 然后呢 你们要尽量呢 去 假设你们有自己的退休的目标 你希望你几岁 存到多少钱的话 那你们就用这个钱来回推 你们现在一个月 应该要赚多少钱 假设你现在呢 一个月还不到那个钱 你可以去做一些业外收入啊 或是 反正anyway 想办法让自己可以赚到那个钱 这就是开源 那就是 然后要节流嘛 然后一定要投资 投资不是说要多强 只是 因为反正市场一定至少是 4%到5%嘛 所以呢 ETF 跟着凯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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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 me 然后 反正网路上有一个 又来一个公式了 但凯莉老师现在不多说 但是她现在公式一直就说 假设你现在的收 你的储蓄率是60% 嗯 从现在算的话 你可能可以13年退休 那假设你的储蓄率是80% 你5年就可以退休 这只是一个假设啦 一个算式而已 参考用 所以还有人说 假设你每一天 省下250块 你可能又提早一年可以 退休 可以fire 这只是一个举例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算 网路上很多参考的文献 自己参考 嗯 还有很多就是不确定因素 大家要自己估算 我们是不负责啊 如果你 如果你照着做5年后 没有fire 就是I'm sorry 你可能不小心 可能下个礼拜多了一个小孩 对啊 We are so sorry 反正你就把这些可能性的因素 都算进去嘛 ok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 我们的Podcast 每周三更新 可以在Apple Podcast SoundOn Spotify KKBOX FirstStore上收听到我们 那如果任何有趣的故事 要跟我们分享 可以私讯我们的IG HERISTPO Gmail是HERISTPO atGmail.com 今天就到这里咯 拜拜 拜拜